現在我們就要上這個玉山竹峰啊 在千辛萬古道打了竹峰之後 看到的熱出可是非常非常的溫暖 而且非常的感動的 因為它可是台灣第一高峰 這次我們又要來爬玉山的主峰跟東峰 然後這次就是因為就是踩鋼地震結束 所以我們這次有準備了一些鋼盔 所以出發嗎 來佼佼一下身分證啦 佼佼 佼佼身分證 佼佼身分證 GoGoGo 拿出你們身分證 好多人啊 欸緊張嗎 踩鋼地震完來爬山 緊張嗎 還行啦 緊張嗎 你拿什麼Costco的喔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照片啊 什麼照片 他把玉山當作大麥 我們剛剛繳完這證件啊 才發現說才剛地震完 這次好多人來爬山喔 而且滿多外國人 多不多 快樂登山 平安登出 欸 像我們傳說要登山玉山最難的關卡 是申請玉山陸山園 因為太熱門 重千率太低 我個人建議是不要再假日上山 然後提早三個月申請 還有最後是第一名天有命啦 到前鋒啦 然後我們今天到的目的就是排雲山莊 所以要開拳一些部分的往前 趙總 趙總 有人要薯條了 那個人很累 加油 可以換一個嗎 加油 你沒有看錯 山上那一圈白色的 可是高山杜鵑 在每年的四月底開始 就是高山杜鵑綻放的時候 記得現在要上山藥 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地震頻繁呢 好美喔 到達了 睡覺位置在二樓 701到705 現在去尋找一下亨利 701在哪 啊 找到了 到了 然後現在我們的床位就是在701到705 然後現在在二號 在那個樓上 現在我們的 亨利 高山鵑到達好了沒 有夠沒好耶 真的 在爬那個什麼山 高山鵑到底 這個是用餐區 超多人的 然後我們就是自己 自己煮的在外面這邊 來 我們這邊自己煮的 就有點比較LONLY一點的 這邊 自己煮的 客家煮 來自煮區的夥伴們 打個招呼吧 哎呀 今天吃什麼東西呢 我來看一下 你跟我一起吃 海膽麵 哎呀 海膽麵 嗚呼 紅酒的部分 你還在吃什麼 辣牛肉 是辣牛肉湯嗎 是辣牛肉湯 辣 那你呢 你吃什麼 沒有人要幫忙 沒有人 沒有人要幫忙 剛剛手抖成這樣 好好吃喔 說蠻豬真的很好吃耶 乾杯乾杯乾杯 耶 耶 還有你的早餐 早安各位 因為我們要去竹峰跟東峰 有沒有多的 有沒有多的 早安 身體有好一點嗎 有啦好像很多了 今天有辦法上竹峰齁 應該竹峰可以啦 東峰我看 昨天真的好嗎 厲害耶 還不錯 當我們摸黑 披心待躍的往前的時候 從排雲到竹峰2.4公里 上河溫化的布城 上山需要兩小時 40分鐘 時速約0.9公里 沿途重要的點是 0.7K的竹南岔路 2.1K的竹北岔路 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呢 然而到了竹北岔路又被稱為風口 浴管處特地設立注意強風警告標誌 風車的又強又冷 如果沒有時間準備好 你可能會被冷死喔 還沒日出前可躲藏在被風處 人歸冷 不過好消息是里程碑上告訴你 只剩0.3K啦 現在我們就要上那個玉山竹峰啊 然後現在在小風口 這邊超級冷的 體感溫度差不多有0度吧 真的超冷的 而且上面風超大 我們趕快上去看日出吧 GO 在千辛萬苦到達了 竹峰之後看到的熱出 可是非常非常的溫暖 而且非常的感動呢 因為它可是台灣第一高峰 玉山竹峰 然而這時候我們卻不能夠停待 因為要往我們的另外一個目標 東風所前進 在竹峰看了一個史詩般的日出 我腦中突然想起了一段話 德國哲學家尼采說 對待生命你不妨大膽冒險一點 因為你終究你會失去它 如果這世界上真有奇蹟 那只是努力的另一個名字 生命中最難的階段 不是沒有人懂你 而是你不懂你自己 蘇峰到東風的單程距離大約1.5K 先抖下再抖上呈現U字形 在行進中欣賞由東風左側深情的日出 此時在鳳尾岩欣賞日出 看完日出後繼續前進 這時候東風就在前方 由於背對陽光山形看起來黑暗高大 聳力在眼前如同陡峭的城牆一般呢 玉山東風海拔3869 日志時起名為東山、興高東山、台東興高 台灣登山界四大天王的行天鎮前輩稱其為天壘峰 為台灣玉山山脈中的一座高山 也是台灣百月鳴峰中的時駿之首呢 好 南俄段呢 沒有這整條 這整條都南俄段 然後那邊草坡就是 就是大水窟山屋的那個地方 大草原 然後那邊大水窟上去人線上去就是南峰 大水窟南峰 下去 然後到那邊是 尖尖的是 卡芬 卡芬山 卡芬山屋在前面 看不到 然後再往 爬完了東風回來的主峰 我們花了2.5個小時 這時候也肚子非常的餓 所以我們要慢慢的往下山囉 前陣子地震蠻頻繁的 如果說這陣子要去爬山的朋友 記得要帶顏盔 如果有再地震的話 你們就不要再上山去啦 以防萬一呢 這大崩壁耶 這超漂亮的 很厲害耶 這大崩壁耶 出了 真出了 耶走完了走完了 耶 恢復了恢復了恢復了